哈喽大家好,我是怪叔叔家的怪小妹 今天小妹给大家介绍一部经典剧情电影《饮食男女》 老朱是台湾仅有的中国菜大师 是台北一家大饭店的主厨 自从妻子去世后 她便独自一人肩负起抚养三个女儿的责任 大女儿佳蓁是一所中学的教师 刻板保守,笃信基督教义和赞美师 老二家倩从小就做菜天赋 与老爸不和,坚决不进自家的厨房 在一家航空公司做管理 她还有一个情人 小女儿佳宁正在上学 也在一家快餐店建职 正是青春的年纪 老朱为了维系家庭关系 要求女儿们每周日晚必须回家吃饭 每到星期日 女儿们无论有什么事 都会赶回家参加今晚的家宴 为了给女儿们做一桌满意的饭菜 老朱一大早就开始准备 在老朱家的饭桌上 鸡丫鱼肉是必不可少的 她用熟练的手法清理准备的材料 在鱼肉上画花纹 沾上淀粉 放入油锅炸 红烧肉过油炸后 放入冷水中泡 随后切成薄片 加入葱姜蒜 一起入锅蒸煮 老朱每次准备家宴时都非常认真 尽管老朱做出堪称豪华的盛演 但三个女儿还是各有心事 都不买老爸的账 老朱也逐渐失去了厨师 最重要的能力 味觉 三个女儿逐渐长大了 老父亲也逐渐力不从心 不过她那一手卢火纯精的厨艺 却仍旧维系着全家的合部 吃晚饭也就成为了 全家团聚沟通的唯一时刻 这样的时刻 李莹是其乐融融的 但是因为三个女儿 和老父亲的各自宣布 令每顿晚饭都充满了意外 这天 二女儿突然宣布 自己在外面买了房子 等见好就搬出去 老朱无奈的支持着 随后老朱接到酒店的电话后 急匆匆的赶过去解决问题 大姐家珍有个闺蜜叫景蓉 她经常过来聊天 是个单亲妈妈 而景蓉的妈妈梁伯母 在美国与小女儿景凤 生活不惯 要回来跟景蓉生活 梁伯母甚至对老朱 也有一点好感 新的一周开始了 大姐家珍在学校 收到了很多情书 不把同事名道 当作写情书的人 其实情书是班里的男生给的 小妹嘉宁 遇到了闺蜜的男友阿伦 阿伦的感情受到了挫折 从嘉宁那里知道了爱情 真正该有的样子 慢慢的就和嘉宁在一起 二姐家珍买的房子 成了烂尾楼 所有的钱都亏了 河南朋友也因为性格不合分手了 接二连三的打击 让她变得失魂落魄 有一天她去医院 打算看望老朱的同事温伯伯 但护士告诉她 老温不听医生的建议 提前出院了 却意外的发现 老朱在医院做检查 家倩想到父亲老朱 这些年对这个家的付出 经不住流下心疼的泪水 又到了周末 嘉宁聚餐的日子 嘉倩在饭桌上 说出自己买房失败的事 本以为会被父亲责骂 没想到父亲却说 她可以继续住在家里 嘉倩很感动 夏令决心 要住在家里陪着父亲 也推掉了 去国外发展的机会 有一天 一向乖巧不露声色的 三女儿嘉宁 突然宣布 自己已经怀孕了 还要搬出去 和那个男生一起住 这样一家人都很吃惊 最后大家 还是无奈的 目送嘉宁离开 还在因为家庭搬出去 而伤心的老猪 突然又得知了一个 更令人悲伤的消息 好朋友老温 因突然的身体不舒服 在操作台旁边 离开了人世 老猪悲痛欲绝 连最爱的高山茶 也不愿意喝 吃饭的时候 大姐宣布 自己已经和学校的 一名体育老师结婚 也决定搬出去住 还没等父亲和老二回过屋来 就跳上男友的摩托车 飞飞而去 最想搬出去的二女儿 反而一个人留在旧居 原来一个完整的家 就像泡沫一样 破碎了 一天 老猪突然发邀请函 把女儿女婿们 叫来参加家宴 让人不能理解的是 家宴也邀请了 景容和景容的母亲 梁伯母 这次的晚宴 比之前热闹了许多 老猪和女儿女婿们 喝了几杯 几杯酒下肚后 老猪借着酒精宣布 自己想要卖掉老房子 然后带着爱人 去过新的生活 这么一说 大家都以为老猪 会说要和梁伯母 一起搬出去生活 大家知道高兴时 老猪一句话 让饭桌上 所有人都待住 原来老猪和家宴的 闺蜜 景容 早就相爱了 只是因为 女儿们的原因 一直没有说出口 还拿出一份提前报告 给梁伯母 请求梁伯母祝福 梁伯母气得 差点晕了过去 女儿们虽然很震惊 但慢慢的 还是接受了 家宴不想老房子 卖给陌生人 就用钱 买下了这栋老房子 又到了周日吃晚宴的时候了 家倩操办起了晚宴 但来参加的只有老猪 景容因怀孕不方便过来 家珍和家宁也有事没来 老猪失去味觉 有一段时间了 当她喝了家倩做的汤后 尝出了味道 味觉开始慢慢恢复 老猪双手颤抖着握住家倩 家倩深情地喊了句 爸 两人曾经冰冷的关系 恢复如初 空旷的老房子 再次传出欢声笑语 剑山是山 剑山不是山 剑山还是山 这个过程就是慢慢品味 饮食男女的过程 想看一个精美故事的人 看这部电影会有些失望 但对于对生活充满热爱的人 又会在其中品味到很多的东西 因为它就是生活的本身 好了 今天的电影推荐 到这里就结束啦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 就点赞 关注 支持一下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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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